欢迎收看104年10月9号的港路新闻 我是陈丽婷 这两天除了是国庆廉假 不过在高雄凤山也有不同的风景 那就是洛阳官邻处的官慎帝君 也就是关公来台为登革日祈福 第一站就来到了凤山的文恒殿 副市长陈金德也特别出席 一起祈福高雄能够无灾无难 9号上午凤山文恒殿挤满了上百名姓众 因为洛阳官邻处今年特别来台 第一站来到了凤山文恒殿要来为台湾祈福 尤其是最近的登革日疫情严重 副市长陈金德 民政局长张乃迁 以及多位立法委员和议员 都现身站台一起为高雄祈求平安 台湾的大事是台湾的悉事 也感谢洛阳帝君 可以来台湾绕境 可以来祈求帝君神威 可以保佑台湾无知无难 洛阳官邻处是相传埋葬三国时期 关羽首级的地方 也是关羽的发源信仰地 为了感谢洛阳官邻处远道而来 凤山文恒殿送上珍藏的观公像 至上最高感谢 关于是中华民族道德的榜样 也是中华民族共同敬仰了谁灵 连艺人前应一也都是祈福庆典的嘉宾 不管是艺人 信众 官员 海市民代 都一一到场表示对关圣帝君的诚心 虽然高雄登革热市府部门 都有全面的防疫措施 不过祈求神明保佑高雄无灾无难 让心灵有个寄托 也一样不可少 港湖新闻吴炳原陈丽婷采访报道 国庆假期不知道要去哪里晃一晃吗 港渡新闻现在就带您来一趟高雄展览馆 为期四天的高雄国际旅展 推出许多超值旅程 日本 韩国 大陆 欧洲 想去哪里统统有 日本行现在就下沙到6.5折 现场估计吸引超过2000名的民众 前来抢便宜 旅展举办到11号礼拜天 赶紧加进脚步抢优惠 年假还没休完吗 还是今年下来已经上班上的 头昏眼花需要旅行散散心 国庆年假不妨来一趟高雄展览馆的国际旅展 除了荷包轻松省 想去哪就去哪 是想要去日本或者是韩国 日本的话是旅行社做一个让利的动作 那同样行程在台北跟南部卖的话 南部会比台北还要更加的便宜 也有新婚夫妻来这里观望 度蜜月到底要去哪里比较好 刚结婚要去蜜月 然后就是选那个北海道 韩馆啊 韩馆的百万夜景啊 然后还有一些 就那个长脚蟹吃到饱 欧洲东京巴厘岛这里通通找得到 10点一开门就涌进至少2000人 不过民众询问度最高的还是属于日本跟韩国 旅行社也针对这个部分做出破盘大杀价 其实最便宜的话我可以举例像北海道 有的原价卖388 然后下烧到328 它等于说价差了6000块有 在旅展来说比一般的话更便宜差不多 两三千到四千都有 为了优惠高雄民众多种行程高雄直飞 直接帮你省调到北部搭飞机的车程 为期4天的高雄旅展举办到11号 想出国却不知道要去哪里 又怕花冤枉钱 不妨来一趟旅展货比三家 感谢文吴炳源陈丽婷采访报道 在桥头区的世隆国校校园有个植物园 在十多年前只是对农艺有兴趣的老师投入 现在却成了全校实生的宝 因为植物园里的植物种类非常的多 小房更将植物导入课程 现在世隆国小的小学生对于植物的认知 比起其他学校的孩子还要来的更厉害 世隆国小内的植物园规模堪称全台小学之最 园内种植的植物种类非常多 从草本植物到大型桥木统统都有 不仅让小朋友们自然学会辨识植物 也让植物园融入在校园的生活中 成为世隆国小的特色之一 我们有蔬果区蔬菜水果 然后另外的就有毒植物区 因为它很重要就是说 你认识要用植物就要先知道什么有毒 对 它不会误食误用这样子 对 是的 那其他的它分 其他比较没有特别去分类 但是它有一些灌木的 或是比较大型桥木 我们大概只是分这样子的 在充满绿意的校园里 老师带领小朋友们同心协力 一起拔草浇水 让小朋友们学习如何照顾植物 培养他们的爱心与责任感 而且学生们都要考一张 神农小学士的证书 关于植物的鉴定 然后通过的话就会拜发奖状 所以你们都拿到奖状了 这么厉害 就是觉得因为其他学校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可以学到很多 更多的植物 对于校园里的每一种植物 不但能辨认出种类 还能讲出之间的差异 校方也会将校内的植物 融入课程教学中 现在许多小朋友到外地郊游时 根本不用解说员 因为每个小朋友都能够说出一套 和解说员一样专业的植物精 港督新闻综合报道 高雄市第三代的公共脚踏车 全新登场了 不但颜色从浅绿色 换成了宝蓝色 象征海洋城市的意象 还有个外号叫做小蓝波 因为改造后的车体提高了舒适度与安全性 爬山涉水保证轻松 目前已经有1400辆的新车投入营运 有兴趣的民众不妨赶紧试骑看看 全新登场 高雄市公共脚踏车 CityBuy迈入了第三代 最大的不同就是由原本的绿色 变成了象征海洋城市的蓝色 有绿转蓝 这样的改变相当创新又大胆 而且还有个小蓝波的外号 已经到3.0了 我期待这个西班3.0 除了它是比较轻 比较好骑以外 我们更期待它这个系统能够更快 现在旧的是18公斤 新的呢15公斤 坐垫我们也把它加得比较好 让你坐的时候 比较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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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不只是颜色改变 从车体到坐垫以及车灯 全部大改造 舒适度和安全性更甚以往 一共1400辆新车将投入营运 配合在高雄举办的全运会 提供了最佳的城市宣传 目前我们现在泰换了1400台 年底再泰换1000台 所以全部新的会有2400台 现在现有的有2200台旧的 这个旧的呢 我们会把它收回来之后呢 再去做一些整理 市集的过程 看起来似乎有那么一点偶像剧的味道 卖入3.0的公共脚踏车绝对更好骑 而且租金全国最便宜 市府希望提升City Bike的功能性和方便性 让民众愿意多加利用来落实低碳环保的高雄宜居城市 港督新闻综合报道 即上次似乎公园因为附近登革热疫情严重 遭到风源之后 现在连年货市场三缝中阶也沦陷了 擦上登革热警示旗 截至8月3号为止 周边更是有33例的确诊病例 另外卫生局为了防范疫情 也特别在民生医院开办了登革热特别门诊 40分钟就可以马上完成诊断 协助民众快速进行治疗 高雄民众才买干货都要来到三缝中阶 而现在的三缝中阶却跟狮虎公园一样 逃不过登革热的摧残 光是从8月底开始到现在 就累积33个确诊病例 当地商家也感觉到生意明显受影响 多少都有影响啊 人家也会怕啊 人文这样子交错会把疫情扩散出来 所以我们在10月2号那天紧急防治完之后 我们在三缝中阶插力了登革热的警示器 10月2号卫生局再次进行紧急防治工作 不过仍查获高达有7家住户 积水养文字甚至捕获成文 生活环境未妥善整理 紧急防治的做了290户里面 还有大概有7户里面 大概都有资深大型的资深员 甚至在1户的住家 我们可以捕获11只的成文 所以成文的密度是相当的高 高雄市登革热截至10月3号为止 一共2728例 为了快速帮民众诊断是否得到登革热 民生医院也配合卫生局开设登革热特别门诊 不用排队抽号码牌 只要发现自己有疑似症状 都可以直接进行快筛诊断 只需要40分钟 所以民生医院开设了登革热特别门诊 最主要是希望能够透过一个快速通关的一个机制 能够让民众尽速的极早的诊断登革热 那民众来的时候也可以在我们的挂号大厅跟服务台询问 都有专门的人带领他们去看这个如何挂号 跟如何看登革热门诊 虽然政府已经有全面的防疫措施 不过民众出门还是要多加小心 自家环境自己整理 以免罹患灯隔热又要被开单 港澳机闻商和陈丽婷采访报道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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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高雄伸出温暖的手 谢谢你 为高雄制造欢乐时光 谢谢你 及时地提供高雄最在地的资讯 伴随高雄市民走过20多个年头 关心地方 深耕高雄 你是我们最信赖的老朋友 连猴子都吓得和不容嘴 每月888 标网120MAY 想两年炫彩HD套餐 再拿钱元购物金 快打电话找嗶嗶 BBTV最新强档 乡村德特卢 倒数行动 金氏杰作 金城81号 都会有保护官司 这不是孩子房 那就是个鬼 云线强片 尽在BBTV嘴旋影片 快下庆年港出 响应政府政策 避免孩子网路成瘾 上有时间管理 轻松保护孩子势力 不用花钱买 现在申办BB宽屏 免钱送你用 想盛钱快来找BB Sorry 吓到你 都怪BB宽屏太优惠 每月888 标网120枚 想两年炫彩HD套餐 再拿千元购物金 上网搜寻BB 聪明人的好选择 快播340-1991 青年港都等你哦 欢迎回到港督新闻 迄今最近超热门的景点 就是沙滩边的彩虹教堂 除了是游客超爱 更是许多新人首选的 婚纱外拍景点 不过6号上午在这里 有非常不一样的景致哦 6队结婚超过50年的老夫妻 为了要完成年轻时候 没有穿过婚纱的遗憾 都特别来到彩虹教堂 进行外拍 阿公阿嬷都相当感动 阿公来跟着眼睛看我这 看我这 一队队新人笑得好幸福 为了拍照 手牵着手都在一起 动作看起来还相当生疏 似乎有点小害羞 不过仔细一看 其实他们都是年过半百的 爷爷奶奶 今天到齐金教堂 进行婚纱外拍 就是要弥补结婚时 没有穿过婚纱的遗憾 来跟着眼睛插开起来 为了拍婚纱照 长辈们通通起了个大早 全部到婚纱店去穿礼服 化新娘妆 脸上男演兴奋神情 其中80岁的石叶爷 和76岁的林奶奶 以前结婚时 根本没有穿过婚纱 这一次能够一圆白伤梦 让她们是相当感动 有线来穿线 用三个我们两个人 穿得像我们一人 叫人来到家 很高兴 有这个机会 很高兴 有这个机会 有人穿这个 虽然多年来 两个人的感情超级好 不过徐爷爷总是觉得 欠奶奶一件新娘礼服 穿上属于年轻人的婚纱 再戴上当年的婚戒 就是他们两人 携手共度60年的感动 像这个我怕婚纱 拍照很欢迎吧 有哦 很欢迎哦 有衣衣衣衣衣衣 哦 超高兴的 可能知道要拍照的时候 就已经睡不着觉了 睡不着了 其实我们在人生 走到这个阶段 我们应该疼惜自己很多 你想要圆梦的 就要赶快去圆梦 由社会局所办理的 影法婚送 今年外拍场合 就选在时下超夯的 奇景彩虹教堂 在今年的重阳节 也会有106对 结婚超过50年 以上的家哦 进行结婚 真爱永恒 影法婚送的 祝贺活动 为长辈留下 美好回忆 港湾新闻笑 和陈丽婷 采访报导 轻轨即将在 10月16号 市营运了 有许多民众都很期待哦 但是对于 附近的居民来说 却造成了困扰 因为在凯旋路 和里仔内路口的 交通号制 因为配合轻轨 而做出了很大的变更 让附近的居民 不仅要绕路才能回家 也造成了不少交通事故 市议员郑光丰 就协同瑞主理的里长 前往会刊 希望捷运局 可以做出改善 摊开轻轨 经过的路线图 针对凯旋路 和里仔内路口的 交通号制规划讨论 为了因应10月16号 即将是营运的轻轨 市议员郑光丰 协同瑞主理里长 和李明 向捷运局提出 他们的诉求 非常的凌乱 而且造成非常大的 交通安全的问题 绿灯不能右转 对象的绿灯也不能左转 造成不仅造成 地方民众的不便 而且因为这样的一个交通 动线 我们的灯号制的规划 违反了我们原来 行车的正常的原则 为了配合轻轨 这个路口的交通号制 做了很大的改变 让用路人搞不清楚 到底该怎么走 还不时出现许多车辆 违规左转 轻轨还没试营运 就造成了不少意外 所有的李明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骑 什么时候该停 他们也搞不清楚 因为红绿灯现在变更了 都没有做大力的宣导 自从交通号制改变之后 交通事故就变多了 对 甚至还有死亡车祸 红灯不能左右转 和一般民众的认知不同 容易不小心造成违规 也让附近的居民 感到非常的不方便 不仅附近的居民 需要绕到才能回家 就连红绿灯的秒数太短 也让民众大为不满 要求捡运局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 市营运这段时间过后的话 我们还会做一个这个 整个在一个检讨 所以说这个未来我们的一个方向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会进行这个宣导 就是在照面多做这些标示 面对即将市营运的轻轨 要怎么让用路人习惯交通号制的改变 将会是轻轨的一大考验 8号上午在市议会进行了教育部门的业务报告 新闻局局长丁允公指出 新闻局运用多元传媒 加强创意来行销高雄 像是借由脸书LINE等等 今年更是获得了Twitter官方的认证 抢先全国取得账号 还有自制节目像是高雄38条通 让全世界都能看见高雄 要怎么让一个城市的美与政策 让市民以及全世界的人了解 那就必须透过新闻局来为城市做行销 8号上午 新闻局局长丁允公在市议会做业务报告时就指出 如何利用创意来行销高雄 增加高雄的能见度 像是自制的节目高雄38条通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借由节目的播出让民众看见高雄的美 它不但在我们的公用频道有播出 同时也在全国性的频道都有做漏出 除了我们高雄市民以外 我们全国的观众都有机会 透过这些优质的节目来看见我们美丽的大高雄 运用时下流行的社群网络 像是Facebook就已经拥有28万以上的粉丝人数 还有Nine的官方账号 也能将及时的市政讯息 议文活动和重要的民生资讯传播出去 今年更是创全国之先申请官方认证的推特账号 增加国际的能见度 推特的使用者在国际上面是属于 具有发声量的意见领袖 或者是受欢迎的媒体以及演艺人士等等 所以透过推特的行销 我们能够让国际上看见高雄 让国际认识高雄进来喜爱高雄 电影工表示 未来将持续的加强国内外行销 推动优质康务以及电子化行销等等 继续传递正确的市政讯息给市民 让世界看得见高雄这个城市 港都新闻潘志光薛婉珍采访报导 小港区中林路段的台电工程意外 造成路面严重坍塌 至今还没有修复完成 没想到在大辽区的浅顿工程 又再次发生了路面坍塌的意外 不过虽然并没有像中林路一样严重 不过还是让凤林路双向封闭 附近上百户的住户目前全部停睡 马路的中央熬了一个大洞 大约有一公尺深 路面下方还有十多条管线 工程人员紧急敲开路面 寻找塌陷的原因 同时检查是否有管线断裂 而这起意外居然又是台电的浅顿工程量货 我们的房子都有军列 昨晚没睡这里而已 我们都住这里 为什么没睡 我怕它开花 会不会蹦起来啊 看着路面越线越深 附近的住户吓得不敢回家 而这已经是台电工程第二次发生意外 虽然比不上中林路的塌陷严重 不过还是造成民众的恐慌 他在归类之后我们就给他提议了 他们都说没有问题 我们又不是内行 他现在停水 这段路段都停水 附近的住户早在之前施工时 房屋就陆续出现裂缝 没想到现在塌陷的更严重 目前附近的区域全部停水 最好的情况也要两三天之后才能够修复 不是因为说土砂流到洞道里面 而产生陷阔这种塌陷 这个现场塌陷看起来是属于浅层塌陷 跟中林路那边是不一样的 在安全没有得到保证之前 我们不会再去贸然互工 虽然台电保证确认安全无余之后才会复工 不过短短一个月内 同样的浅顿工程连续发生两起以外 施工的品质真的有待加强 长度新闻综合报道 带你来看前镇区的特优里长王志斌 他最自豪的镇机就是将一块工有地律美化 这块地原本是属于财政局的 不过民众常常将垃圾随手一丢 虽然是围着墙看不到 但是附近高楼住户一往下看 景色就非常的不美观 里长任养之后开始管理 现在变成了里内的迷你绿地 这块峰林绿地就是今年的特优里长王志斌的镇机 原本属于财政局的机灵地 常常被民众当作是垃圾厂 常常随手一丢导致垃圾山越堆越高 当时的财政局时常被开单 有这个机缘 用这个20万来做一个绿美化这样子 然后做起来整个成果效果还不错 然后得到我们这附近的里民 对我们也有一些肯定这样 里长王志斌透过财政局镇养之后 取名为枫林绿地 因为共有六颗高耸强壮的枫林木 春天时的开花场景 让里长相当自豪 现在也都有志工每天管理 再也不会出现任何垃圾 附近居民相当感激 能够得到今年的特优里长王志斌 觉得对他来说是莫大的鼓励 属于第二届 我们就是大高雄合并第一届 今年第二届在年任 对我们这个新的里长也是算一种肯定 然后也是做把我们的责任加重这样子 然后谢谢我们市政委员去报所 由于盛丰里没有活动中心 也没有公园 仅有一块枫林绿地 虽然现在的枫林木没有开花 不过悠然舒适的绿地环境 已经仗人舍不得离开 里长说如果还有机会 也期待规划更多的绿地 给里民一个舒适的盛丰里 港独新闻商务和陈丽婷采访报道 以上是今天的港独新闻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陈丽婷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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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高雄伸出温暖的手 谢谢你 为高雄制造欢乐时光 谢谢你 及时的提供高雄最在地的资讯 伴随高雄市民走过20多个年头 关心地方 深耕高雄 你是我们最信赖的老朋友 连猴子都吓得合不拢嘴 每月888 标网120MAY 想两年炫彩HD套餐 再拿钱元购物金 快打电话找BB 响应政府政策 避免孩子网路成映 送我时间管理 轻松保护孩子视力 不用花钱买 现在申办BB宽萍 免钱送你用 想剩钱快来找BB BBTV最新强荡 青春的铁卢 倒数行动 金氏杰作 金城81号 电线强片尽在BBTV嘴旋影片 快洽青年港珠 Sorry 吓到你 都怪BB宽萍太优惠 每月888 标网120MAY 想两年炫彩HD套餐 再拿千元购物金 上网搜寻BB 聪明人的好选择 快播340-1991 青年港督等你哦 天后 中文字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